好了沒有 你們班的6個同學不在 我數一下喔 1 2 3 4 5 6 還真的只有6個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題喔 你班到席做42頁這個第6題 你在班上同學問的喔 別幫我都不講 你們班要問我才講 他這個題目說什麼呢 他說A出比上出B是1比3 同學拿出你的比 然後這邊寫個1圈圈 然後這邊寫個3圈圈 這是我的習慣喔 如果只寫數字的話 代表是長度 我把它圈起來 代表是比例關C 這樣OK嗎 把習慣拿出來 然後他又告訴你什麼東西 他說A1比上EC 這兩段長度比也是多少 也是1比3 好1比多少 1比3 OK 都是1比3 所以這個題目他說 這個珠1向量 到底是EC向量的幾倍 他問那個X嗎 對不對 請問X的值是多少 同學這題會怎麼做 珠1向量是BC向量的X倍 那個X你會怎麼算 你會怎麼看 其實你可以用國中的想法 同學這兩條線一定是什麼線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它幾比例線段 所以這兩條線一定是什麼線 平行線嘛 所以如果你觀察力不錯的話 其實同學應該可以馬上看出來 這個X是多少 同學我問你 這一段比這一段是不是1比4 所以這一段比這一段當然也是幾比幾 1比4 1比4 如果這一段是1的話 對不對 同學這一段應該是多少 這一段是不是應該是4 所以如果你觀察力不錯的話 應該這一題可以直接寫答案 來這個X 同學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在X應該是多少 這個出1向量 XBC向量的幾分之幾 講話講話快點 多少 是不是應該是1分之1 可以嗎 這一題答案應該是1分之1 我看一下答案對嗎 是不是應該是1分之1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那如果你要寫過程 如果要寫過程這個怎麼寫呢 比如說你可以這樣考慮 這個出1向量你把它拆開 來我們這樣寫好了 如果要寫過程的話 珠1向量你就把它拆解成什麼向量 珠A再加上多少 A1 來跟著我一起寫喔 寫成珠A向量 再加上什麼向量 再加上A1向量 這樣好不好 來我等你跟著寫吧 可以喔 然後同學這個珠A向量你看得出來嗎 同學你告訴我這個珠A向量是誰 這個珠A向量 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珠A向量 其實它是VA向量的幾分之幾 是不是四分之一 看得出來喔 這個珠A這個長度十分一 這個VA長度是不是四 所以這個珠A向量 其實它是VA向量的四分之一 所以你就把它改掉 把這個珠A向量改成四分之一的什麼向量 VA向量 如果要寫過程 或許我們這樣寫就可以 然後後面這個A1向量 來這個向量 這個A1向量同學你應該看得出來 它是AC向量的幾分之一 是不是也是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加上四分之一的 AC向量 然後根據向量的係數幾碼 他們的係數都是四分之一 我們就可以把四分之一把它怎麼樣 把它往外提 提出來之後 這裡會變成VA向量 再加上什麼向量 再加上AC向量 對不對 這樣寫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變這樣 然後同學它就會等於 來四分之一 請問你VA向量加AC向量 就會等於什麼向量 是不是等於VC向量 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想這一題其實 我們這樣處理就可以 那個X顯然看得出來是四分之一 OK嗎 可以嗎 希望你回去我做這一題 看一下 好不好OK 如果OK的話 那再麻煩同學再往前面翻 前面同學還要問一個題目 你猜同學問哪一題 你猜問哪一題 問第五題 來第五題 第五題這個題目問得不錯 因為這個題目是連考考題 我個人對這個題目印象深刻 好來這個題目是個好問題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我猜如果是段考的話 或評審考 文組都很有機會考這個題目 來這是個重要的題目 來寫個重要兩個字 OK 這個題目 小學你可以自己先做做看 欸 我來畫一個圖 欸我們的同學去廈門交流 他們之後是不是也會來我們這邊 不會吧 不一定 會吧 不一定 會來嗎 好像不一定 喔 我是蠻希望他們來的 這樣子 他們來會來哪一班啊 當然是來你們班啊 為什麼 你們不是說來的話會特別 讓他們來比較好的班 你班就是比較好的班 應該我覺得會來你們班 應該會吧 我猜 不是嗎 你們班是好班啊 不是嗎 直班才是 幹嘛對自己沒信心啊 來CP向量寫成R倍的OA向量 約0 加上什麼 加上S倍的OV向量 喔對一定會來我一班 OK 然後就我跟你講喔 他現在要把這個CP向量啊 把他用OA向量 還有OV向量的信心組合 去把他表現出來對不對 好 去合成這個向量喔 欸你們對自己要有一點信心嗎 這個你們會不提 老師我 你不覺得我對自己很有信心嗎 對啊 不錯不錯 你們班應該滿多同學是蠻厲害的吧 說不定是你啊 你不是很有信心嗎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他說 如圖喔 AP線段長度 比上PV線段長度 欸我這圖畫的也太不準了吧 2比3 來我們寫上去 這一個是2 比上 這一段是多少 這一段是3 不好意思圖畫的不好 這個 這看起來不像2比3的樣子 然後他說OC比上CP OC比上CP是幾比幾 1比2 這一段比這一段是1比2 也畫的不太準 沒有關係 來1比2 好 就這樣子喔 他就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這個題目他要問什麼東西 他問說 如果你把CP項量寫成OA跟OV的線性組合 我們知道這個係數有違憶性對不對 他問你這個R跟H是多少 欸 這一題是聯考考題喔 這一題你會怎麼做啊 來我要徵求一位勇者 告訴我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的解題出發點從哪裡開始 來 你班的勇者在哪裡 對 是誰 誰要告訴我 是陳慧琴 慧琴在哪裡 不然沒關係 問慧琴也好 慧琴這一題你會怎麼說 我先算OP 先算OP喔 我知道你意思 可是我的想法是說 為什麼你會想先算OP 比較好算 其實同學 我覺得他想法是對 來你看那邊喔 這個是不是OA項量 這個是OV項量 同學你看到沒有 這個是CP項量 你沒有發現他的頭跟人家不一樣嗎 你要把這個項量 用這兩個項量表現出來 可是這兩個項量 他的起點都是O 你的起點是C 你的起點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的習慣是什麼 讓他起點變成一樣 這個動作叫做換頭 把他的頭換掉 這樣聽到嗎 這個觀念我講過不止一次 所以你把CP項量把它框起來 我們一般來講 在處理這種問題的時候 一個蠻標準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換頭 把他的頭換掉 好 現在問題來囉 同學頭怎麼換掉 CP項量啊 沒關係嘛 換頭我們就是把它做分解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項量 CO項量 再加上什麼項量 再加上OP項量 這個OP項量就是剛才慧琴講的 他要先算這個OP項量 對吧 然後我們現在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選擇OP項量 他這個CO項量其實 我如果要讓O來當頭的話 我只要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所以變成減掉OC項量 這樣子 兩大問題 小學這個叫換頭 把一個項量拆解變成兩個項量 相檢 這個動作叫做換頭 O的後面 減掉O的前面 就是分解的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 這個OP項量 來分解你看這邊 這個P點、A點、B點、三點貢線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把這個OP項量寫成 OA跟OB的線性組合 直接用項量的什麼公式 分點公式就可以嘛 所以來 我們直接用項量的分點公式 就是比例相加分之交叉相乘 所以這邊會出現五分之多少 五分之三倍的什麼東西 OA項量加上五分之二倍的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加上五分之二倍的OP項量 這樣可不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這個傢伙啊 這個傢伙 就是OP項量就是他 這個叫向量的分點公式 沒有問題 然後減掉 來減掉 減掉OC項量 那同學你看 OC項量它跟OV項量是不是也有關係 這個OC項量是OV項量的幾分之幾? 看得出來嗎? 這個長度是不是整個長度的三分之一 方向一樣的話 OC項量是OV項量的三分之一嘛 所以你就把OC項量改成三分之一倍的OV項量 不就得了嗎?對不對? 然後最後根據它的係數基 我們再整理一下 來把它的係數合併 這一項就會變成五分之三倍的OA項量 然後這邊加五分之二減三分之一 五分之二減三分之一是多少? 來這個是十五分之六 減掉十五分之五 所以會變成多少? 加上十五分之一 沒有錄到你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沒有錄到? 就這裡啊 這裡吧 這裡這個什麼 五分之二減三分之一嗎? 我再看一次喔 十五分之六 然後這是十五分之五 對不對? 所以這是十五分之一的OV項量 OK 可以嗎? 所以同學你的R分S 你的R分S是誰? 你的R就是五分之三喔 同學那你的S就是多少? 十五分之一 可以 可以齁 有沒有問題? 可以 這樣也是班上同學問的 這樣OK嗎? 這樣我回答你們問題喔 這樣我回答你們問題喔 可以齁 可以齁 真的可以 可以 可以的話 同學那我想你的你的席座可以先收起來了 接下來拿出你的筆記齁 來 接下來把你的筆記本拿出來 或者你的課本拿出來 好 喔 快點 拿出來你的筆記本 欸 好 好 不要聊天喔 嗯 嗯 來 多謝你把這個組放在你的基本上 然後等一下 問題要很重要的問題 OK 來 我們等同學 這裡有一個OA 項量喔 這裡有一個OA 項量 然後這個方向有一個OB 項量 現在應該要拿出你的筆記本嗎 我這邊要做什麼事情喔 我要去做項量的合成 把OB 項量等於OA 跟OB 這兩個不平行的非0項量的筆記組合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要把它分區喔 什麼叫做把它分區 來 這個是1號 這個是1號 這個是2號 這個是3號 這個是4號 來 這邊是5號 來 這邊是6號 好 這裡是7號 這裡是7號 OK 來 我們等你 好 慢慢來 慢慢講 沒有關係 這邊進度不要趕 好 來 如果可以的話喔 這個 你們班的交法我會跟7班 我自己班 略有不同 我想你們幫我嘗試一下 試試看 試試看 看你們能不能用比較直觀的方式 去學這個東西 我先問你同學一件事情喔 這一條線啊 同學如果P點、A點、B點、3點貢線的話 這個S加Y要等多少 是不是要等於1 所以這一條線 來 同學請你寫上去 這一條線是不是叫做S加Y等於1 對吧 如果S跟Y加起來等於1的話 同學這個OP向量的這個P點 是不是一定會握在這一條直線上 你聽懂這個意思嗎 這個之前我們有說明過 你現在應該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你應該是可以接受 好 那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那現在我想要來問同學底下幾個問題 來 下面有很多問題 來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如果我希望我的P點 那個OP向量的那個P點 它的起點在O點嗎 如果希望這個P點 它最後會落在第一區的話 那麼請問這個X跟Y要滿足什麼樣的關係 好 你接個電話 好 你接個電話 哇 生意做那麼大 女朋友打 男朋友 女朋友打來的 男朋友 男朋友 對 對 假的 這麼恐 我現在要讓同學來猜猜看 同學我跟你講 這個你猜猜看 如果我的P點 最後要落在這個第一區 這個第一區的話 你告訴我 S跟Y要滿足什麼條件 同學 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S加Y等於1的話 這個P點是會落在這條直線上 那如果那個P點落在這條直線的右側 這個時候你的S加Y會比誰大 同學如果你的P點跑到這邊來 跑到這條直線的右側 根據那個平面分割的原理 你的S加Y應該會比誰大 應該會比1大 所以你這邊可以寫一下 如果你的S加Y大於1的話 這個時候你的P點會跑到這一條直線的 右邊的這個平面 這個叫什麼平面 這個叫右半平面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的S加Y比1小的話 會跑到哪個平面 會跑到這個左半平面 S加Y如果小於1的話 你的P點會落在這個左半平面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當然同學你會很容易理解 因為當S加Y等於1的時候 你P點譬如說在這裡 你的X只要跟Y 其中有一個再稍微大一點點的話 你那個P點是不是就會跑出去 這個很容易理解 直觀上來 你應該是完全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我要問同學底下這個問題 來第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P點 我希望我的P點 經由這兩個項目去合成之後 那個P點要落在這個1號區 包含它的邊界跟內部的話 請問這個X跟Y要滿足什麼樣的一個關係室 要滿足什麼樣的關係室 這個我要來問一下我們班上同學 我先從12號開始問 今天是12月12號 12號是誰 去日本 22號 你去日本嗎 在日本 真的 真的 新去日本 22號最好去日本 你騙我 新去日本 新去日本 22號是葉桶 葉小姐在哪裡 葉小姐我問你喔 如果這個P要在1號區的話 你告訴我在S跟Y要滿足什麼條件 他要在1號區喔 1號區在這裡喔 你的S加Y要怎麼樣 如果S加Y等於1 你的P點在這邊喔 在這條線上 如果小於1的話在這個平面喔 所以如果我希望我的P點落在這個1號區 這個三角形的區域的話 你覺得我的S跟Y要滿足什麼條件 你說說看沒關係 S加Y要怎麼樣 小於1 可不可以等於 我如果有包含B解的話可以 所以來同學你寫一下喔 第一個來 S加Y要怎麼樣 小於1 可是 來同學我現在在問你喔 只有寫S加Y小於等於1 可不可以 不可以喔 因為S加Y小於等於1 同學你知道S加Y小於等於1 它包含了哪些部分 它包含了1號區 4號區 5號區 跟6號區喔 如果是小於等於1的話 是會包含這四個區 可是我今天要的是1號區而已 所以還要再加什麼條件 還要加什麼條件 同學如果你想想看 你希望你的P點落在這個1號區的話 你的S覺得應該是正的還是負的 應該要正的嘛 你的S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 要大於等於1 然後你的Y應該要怎麼樣 大於等於1 這樣才可以講 聽懂我的意思嗎 不然我這樣講好了 你拿出你第一種顏色的粉底 你拿你的那個看什麼底 我用紅色的來同學你看喔 我用淡淡的紅色 我把這一個部分把它塗滿 塗好塗滿 來你拿出你的P 不管什麼顏色都可以 幫我把這一塊塗好塗滿 你們幫我 我不要講太難 我盡量讓你用感覺好不好 可以 好 來同學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在椅子腳坐標的時候 來請看我這邊 這個跟直角坐標有87%像 我跟你講這一樣的概念 S跟Y 來同學我問你 我現在用紅色塗好塗滿的這一塊 這一塊叫什麼向線 第一向線 第一向線上的點 X是不是正的 Y是不是也是正的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其實它叫做斜坐標 我跟你講這其實斜坐標概念 但是我們文組不要摄入那個斜坐標的概念太多 你就不要講斜坐標 我讓你用感覺的 同學你的S跟Y 如果都大於等於0的話 同學你是不是會落在這個第一向線 這個就是第一向線 好 來寫上去 你的X如果是正的 來X如果是正的 Y也是正的 我跟你講你的P點就會在這個紅色的區域裡面 這樣聽懂這個意思嗎 為什麼你的SY如果都是正的 你的P點就一定會落在這個紅色的區域裡面 這不是廢話嗎 你看嘛 S是正的 Y是正的 你用平行四邊形法則 它的對條線 是不是一定會在這個1號區 或者2號區裡面 你聽懂這個意思嗎 比如說你看這麼長 加這麼長 對不對 這個對條線 這個點字會落在1號區或2號區 你用加法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聽懂這意思嗎 好 那現在我在問同學 如果 我可不可以問你喔 它這個是它的第一向線 那請問如果X是負的 Y是正的 X是負的 Y是正的 這個叫第幾向線 第二向線 請問它的第二向線是幾號區 以這個圖 你把這個東西當成X軸 我跟你講你把這個當X軸 這個當Y軸 就是那種感覺 只是它是斜的 這是X軸 這是Y軸 那你告訴我 它的第二向線是幾號跟幾號 3號跟4號 所以你要不要拿另外一個顏色 你有另外一個顏色嗎 沒有 有另外一個顏色 我用綠色的好不好 用淡淡的綠色 來 這個叫做第二向線 這是它的3號區跟4號區 是它的第二向線 好感受一下 我跟你講穩住我們感受就好 來 我們把這個畫一下 你就把這個想成是 這個是X軸 這個想成是Y軸 聽懂嗎 只是它的X軸跟Y軸是Y的 它不是剛好垂直 不是剛好垂直 你就這樣想像就好 好 那如果今天你的S跟Y都是負的呢 你組合出來的向量會落在哪一區呢 在幾號區 如果S是負的 Y也是負的 你看嘛 S如果是負的 這個向量是往這個方向跑 Y如果是負的 是往這個方向跑 你組合出來的那個OP向量 那個P點會落在幾號區 五號區 所以這個五號區 就是一般我們常說的第幾向線 第三向線對不對 可以理解嘛 你會覺得喔沒錯 它當第三向線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現在在找一個顏色的分比 你們幫有什麼特殊顏色嗎 這個叫什麼色 灰色 紫色 誰講紫色 你是色嗎 這是什麼色 這是棕色 這是棕色是不是 大變色 好啦 這個顏色是這樣 來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三向線 這是我們第三向線 來 跟著寫 跟著寫 不會害你 我讓你感受就好 好 最後一個 來 最後一個 如果我們的 X座標是正的 來 X座標是正的 Y座標是負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個係數 X是正的 Y是負的 X是正的 Y是負的 X是正的往這個方向 Y是負的往這個方向 用平行式邊形法則 你告訴我 你組合出來的那個向量 那個P點 會落在幾號區 會落在六號區 或者七號區 這個就是你的第幾向線 就是你的第四向線 所以同學你把第四種顏色的粉筆拿出來 淡淡的畫一下 來 這個藍色的就是你的第四向線 你聽懂嗎 這個就是你現在的第四向線 我只要一個感覺就好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只是要你有感覺就可以 好 來 把它畫出來 畫好了嗎 所以同學我跟你講 這個叫寫的座標系 寫的座標系 來 這個是第一向線紅色 第二向線綠色 第三向線棕色 第四向線是藍色 這樣OK嗎 那現在同學 我要你開始來一個一個回答我的問題 剛才那個葉童說 也是葉童 葉童說到 P點如果在一號區的話 這個SY要滿足這些條件 第一個 S加Y要小於兩於一 對不對 是不是要在這條線的左邊 這跟線性規劃可以結合 我跟你講這個題目結合很難 它可以跟線性規劃結合 設計出一些很厲害的考慮 是不是要在這條線的左邊 包含邊界 然後X要正的 Y也要正的 所以是不是 就是這一塊一號區 現在第二題 來 第二題我要問同學 如果今天這個P點 要在二號區的話 你告訴我 這個SY要滿足什麼條件 如果它要在二號區 要滿足什麼條件 如果希望那個P點在二號區 講話 二號區在第幾向線 第一向線 第一向線 第一向線你告訴我 X要怎麼樣 大於等於0 然後Y要怎麼樣 大於等於0 可是 只有這兩個條件還夠不夠 不夠 還要有什麼條件 S加Y要怎麼樣 恩 S加Y要怎麼樣 要大於等於1啊 所以來寫上去 S加Y S加Y 是他大於等於1 這三個條件要同時成立喔 懂不懂啊 二號區 可以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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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 可以 不可以 來 再寫一個 來同學 如果這個P點在三號區 在三號區 那麼請問它的SY要滿足什麼條件 我跟你講我乾脆全部把它寫完好了 來 第四個P點如果在四號區 要滿足什麼條件 來 再來第五個 如果它在五號區 我把這每個區域都把它冰號 那麼它滿足什麼條件 如果在六號區 又要滿足什麼條件 還有 如果它在七號區 這個P點在七號區的話 然後 這七號區 又要滿足什麼條件 然後最後一個 來 第八點 如果這個P點要在這個AB線段上 來 又要滿足什麼條件 好 我等一下 可不可以找同學上來寫 我把圈起來好了 我給你兩三分鐘 你把這全部寫上去 其實你看統圖你就會寫 來 將軍什麼字 老師回去廁所 好 你去 廁所就是那個方向 好 去啊去啊去 差不多 好 差不多 三十樓 三十秒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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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合步 臨時 五一 二四五百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